眼下巴黎奥运会女排的比赛继续进行中 日本女排目前已经接连遭遇溃败 淘汰出局 无缘进入奥运会的八强 对比之下 中国女排的成绩就是非常的出色 接连打败美国女排及法国女排取得两连胜 提前锁定了八强的门票 当然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场比赛要打 那就是在8月4号的深夜23点 对战塞尔维亚女排 到时候CCTV5也会直播 考虑到中国女排已经闯进奥运会八强 所以这一场对战塞尔维亚女排的比赛 似乎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大家很清楚 每个小组女排球队 她们所取得的排名和成绩 将决定进入八强之后 到底会和哪一些球队遇到 因此如果中国女排可以夺得小组第一 我们进入后续八强淘汰赛 很有可能就可以分到一个相对比较弱的对手 如果我们的成绩是勉勉强强 进入奥运会八强 我们接下来分到的对手 很有可能就是非常厉害的球队 对于我们后续争夺奖牌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对战塞尔维亚女排这一场比赛 我们依旧要努力取得胜利 当然了 在阵容方面的话 中国女排对战塞尔维亚女排的比赛 可能会做出调整 因为我们很清楚 前面两场比赛 不管是朱婷 龚翔宇 还是李盈盈这些老队员 实际上确实是消耗了太多的体力 如果我们想要在八强赛 迎战更加厉害的对手 必须保存实力 保存体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中国女排教练组来说 最好的办法 那就是完成阵容的轮换 让更多的年轻球员上场打比赛 同时也可以进行练兵 让他们感受一下赛场的氛围 后续我们在阵容和战术上面 就可以做出更多的改变 所以接下来对战塞尔维亚女排的比赛 一方面朱婷这一些主力核心 很有可能替补出战 另外一方面 像吴孟杰这位00后的朱婷替身 将会得到更多的重用和上场的机会 这对于他来说 也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希望他可以好好把握 最终 我们的目标不会发生改变 不管阵容怎么样的变化 我们肯定还是要拼尽全力 打败赛尔维亚女排 以更好的状态和信心 来迎战后续淘汰赛的对手 当然对于喜欢朱婷的球迷来说 也不必觉得遗憾 如果真的像我们猜测的那样 最终朱婷没有得到太多上场的机会 希望大家也要理解中国女排教练组 因为朱婷通过前面两场比赛 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她没有必要再过度耗费自己的体力 因为朱婷现在也有伤病在身 她需要好好休息 劳逸结合 包括主教练蔡斌也知道 朱婷的体能不容易 所以也会寻找合适的时间 让下场休息 在关键场次和关键球的时候 才会让朱婷上来一锤定音